近来,特朗普总统多次在推特和记者会上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,在美国华裔社区中引发激烈讨论。 一些华裔选民认为,特朗普总统的言论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。 那如果是这样,一二再再二三年把某一个瘟疫称为某一个国家的话,确实对国际合作是不利的,那么对美国的华人甚至亚裔来讲,这也是不利的,因为这把我们放到了一个不太安全的境地。 我们华人觉得我们在美国的日常生活,甚至我们的生命安全,会由于这样的一些不利的联想,造成一些个别美国社会的一些不法分子,甚至是种族主义者,能够对亚裔有可能造成伤害。 所以说我觉得主要从这两个人讲,美国政府,包括川普总统的人都不应该继续使用这样的名称。 也有一些华裔选民认为,特朗普总统的做法是出于政治的考量,可以理解。 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,但是川普总统这样做也有很多的政治背景。 因为现在毕竟这个病毒的发源地在中国,所以美国现在政府有很多鹰派, 特朗普总统一再否认使用中国病毒是种族主义,并表示这是反击中国政府提出的病毒可能是美军传播的说法。 在一场记者会上,他再次表示,病毒来源是中国,所以这是非常准确的术语,而称美军传播病毒才是污名化。 因为很多人说它是racist。 因为它来源自中国,不完全没有。 它来源自中国。 这是为什么。 它来源自中国。 我想要确实。 对中国人在这个国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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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朗普总统这样的说法是否会导致他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失去华裔选民的选票呢? 川普总统在华人里有他的铁票区,而且热情是相当的高。 特别在2016年表现出甚至比其他主义更高的火焰,甚至一些口号。 这个我想你也都还记得。 所以对于华人这个选票区来说,会有一批铁票区,也是跟美国主流社会的这个川普的铁票区一样。 是非常热情。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支持你。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,应该说是对这部分没有影响。 但与此同时呢,可能会对一些中间的选民,或者当然左翼的选民近年,对川普总统这个可能有特别是极左这部分。 对他的,因为2016年他们输得非常的surprise,很意外。 那么今年呢会更有热情的来,更会出来反对。 那么问题对于中间选民来说,应该说这种影响是有的。 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呢,这个我们已经看到,还继续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华人,应该是越来越少。 这次这件事情只会更加给他减分,不会给他加分。 近年来,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度越来越高。 如何增加在美国政治中的话语权,是美国华裔社区越来越关切的问题。 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太,不必要过于去计较这些谁说了个啥,谁怎么怎么样,谁歧视了谁。 我觉得呢,就是还是这样一句话,就是如果我们的华人社区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堂堂真正的一个公民, 能够参与这个社会,把这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家,作为自己孩子的未来的地方。 我想这是对我们社区最大的帮助。 估计不估计华裔社区的选民这一点,这是以后我们华人自己要去努力的。 怎么能够减少内斗? 怎么能够有更多的人进行参与? 怎么进行为了孩子,对吧? 也为了自己去进行,不光是参与,而且捐助。 也不光是大选选后的各种参与,华人一定要加强。 这个是政治家重视你的唯一办法,唯一路径。